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蒋文安 宣布北市的预售屋销售管理制度再升级 提出以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遇险 及建造资讯辅助申报 两项新服务 加速预售资讯的接入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买卖房屋契约多 也就容易有消费争议 台北市长蒋文安 宣布预售屋销售管理制度升级 三大攻略助保障消费者权益 我们就是希望以市民回核心提供最好的服务 所以这一次我们刚看到简报 大概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预检制度 我们也是算创全国之先 有这样的预检制度 我们针对预售的契约 建案资讯等等 预售契约 我们计刑局 我们先做一个预检 能够在我们建造申请的阶段 就把它提醒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我们让整个备查的程序 从原本三十天缩短发帖 我想加快整个速度跟效率 那同时我们也让很多 相关的建造资讯的申报 从原本的手动改为自动 更有效率 那另外我们也让这个相关的资讯 包括建案资讯 其他内容 还有红单的内容 都在网络上面完整公开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来解释 所以我们透过这三个方式 能够让整个销售的过程 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安全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方案 最重要的地方 那其实在几周前 我们也提出 不管是对于都市更新 公办都更 7599专案 或是都更武建 我们就是希望 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落实我们对于 打造一个移居 友善的城市来前进 今天我们也正执行 在文山区木榨段的 公办都更代筛 我们就是依法执行代筛 那当然我们要促进 公益 还有确保权力 因为目前这个案子 其实绝大部分 我们要用来做社会住宅 同时也有节约的够够宅 它是极具公益性的 公办都更 同时我们对于不同意乎 也在完整合法的程序 确保他的权力 同时对于绝大多数的同意户 他们都已经牵引 也希望尽早回到家里 所以透过这些方式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展现我们要推动都市更新 能够营造一居友善城市的目标 来前进 展现这样的决心 所以我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市府 地震局的同仁 还有我们都法局的同仁 跨局处不断的沟通讨论 让今天我们能够推出 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谢谢我们很多民间专家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我想希望能够真正落实 一居友善的台北省 为了提高业者申报备查资讯正确性 地震局与建筑管理工程处 跨域合作 透过系统对接 将建造资料转会入 内政部预售屋资讯申报网 申报正确且快速 我们其实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其实针对契约的部分 都是实质做审查 那所以说契约一本可能一百多页 其实我们都是每一页做审查 看看帮消费者把关 有没有百分之百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然后让业者跟在销售的时候 跟消费者在签约的时候 都是用到最正确的契约 跟相关的资讯 这样才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原本其实契约在做备查的时候 要到建造的执照合发后 那才能来申请备查这件事情 那我们检查的时间 因为契约很厚 所以一般来说 大概全国各县市 我们最快都大概要30天 才可以完成审查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台北市为了进一步 提前整个审查的作业的时间 然后又要完整帮市民朋友 把关到契约的内容 所以我们提前到建造申请的时候 就同步来帮业者做契约的审查 这个动作 那在整个建造执照申请的时间 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帮大家审好 那我们连红单都一起帮大家审好 这样在后续建造合发的时候 那业者来做备查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变成八天内 就可以把资料备查给业者 那进而公开我们相关的资讯 加速资讯公开的时间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的契约备查时间 就从30天可以缩短成八天 其实契约的规定非常的繁琐 那很多业者其实他也 他的规定大概都会有些小小小的 可能有些不利消费者的状况 比如说我停车位的高度 不小心就没有血 那或者是说像是里面会注记一些 比较不利消费者的条款 像是说停车位 我可以因为什么设计变更啊等等 不经过消费者的同意 我就可以变更车位的位置 像这些小地方 我们都会帮消费者把关到 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减少消费增益 我想大部分的市民一个人 中期一辈子大概也只有一栋房屋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好的服务 我相信大家可以更心安 那所以首先我就要感谢这个不动产业界的专业伙伴 台北市代销工会及开发工会 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的一些协力 那另外市长刚才有提到都更武建 我想这个在都更武建的政策里面 地震都更是联盟 那我也要跟市长报告 在这一次是都发局跟建管处的补位 让我们跟这个建造的这个系统 跟地震预售申报的系统能够对接更为精准 那让预售的资讯申报是更正确的 如果有预审的制度在整个资讯的揭露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经由我们市政府这边的整个的预审检核 达到一个资讯的充分的揭露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消费者往后的交易 是有一个非常安心跟放心的一个效应 那么特别是在景气不是那么好的情况 总体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那市长他愿意带领的团队 把这些行政效应提高 那我也代表公会 向市长跟各位长官来说声谢谢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台北市地震局 长期以来在所谓的规划上面 他们都针对我们业者的痛点 那我们也必须要说 不动产业它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所以确实不论是在法规 或者是实际的执行面上面来说 它都会跟很多在 所谓的针对职针对法令去做想象的这种规划 会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们很感谢就是北市地震局 确实在所谓的业界跟所谓理论上面 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接轨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预收建案的 这个规划上面来说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是非常感谢 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流畅的平台 然后再加上民众在查询上面 无论是价格或者是说是建案的资讯 透过这样子的比对 可以让民众先解决 这个所谓购物的这个过程里面 前面资讯不够透明 也不了解的一个档点 经过地震局被查完成的预售建案资讯 红单内容契约全文 都会公开在台北地震找房家的网站上 提供消费者完整且正确的即时资料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 内政部长林又昌 继住宅政策请益之旅 拜会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希望透过集思广益 以多元的方式来改善住宅问题 我们这个人是闲置空间作画的 那现在下面是做食物一行 所以下面都堆了一堆 有点像营区 对他以前都是单身的 农业住宅 在社会住宅推动联盟成员迎接下 牛昌成了第一位造访奥尔什的内政部长 为了多听取社会各界级第一线人员的意见 牛昌接连拜会吹妈妈基金会 与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希望及时广益 更全面完整的提出住宅政策 当然社会住宅是一种方式 另外对于很多的需要支持的群体 包括学生或者是年轻的族群 或者是包括新生家庭的一个族群 甚至是我们迈入老龄高龄的一个社会 新增的银法住宅的一个需求 所以它所必须要面对的层面非常的广 那当然其实住宅政策 也不只是内政部的一个工作而已 因为它也会涉及到金融 还有包括土地 甚至包括租税的相关的一个课题 所以怎么样其实广益 能够有更全面更完整 然后另外带有进步性的一个住宅政策 我想这是台湾社会所需要的 对于租屋黑市 牛昌坦言过去租赁市场比较容易被忽略 包括媒介及法令配套不足等 不过这几年已经有所进步 相关产业及人员投入也逐步增加 他认为房东和房客不应对立 而是与政府形成协作关系 建立配套机制 也有许多的一个团体 大家倡议跟政府来合作 这几年也完成了相关法令的一个修订 在这几年间也有一千多个 这个租赁的服务的相关的一个团体 来成立 那也有一万多位的这个人员进入到这个平台跟市场里面 让整个机制能够更完善 当然我们还有很远的一个路要走 那所以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此内政部正在研拟设计包括租房第三方押金管理等措施 对此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副召集人 也是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的吕炳仪认为 大方向支持 不过执行面上还有几项关卡要克服 最大的关键就是房东 第一个当然会比较大的部分 房东可能不会愿意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一样是租屋黑市 房东不愿意曝光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承作就是把押金拿出来第三方 无论是银行信托业者 或是相关的租赁工会 做集中保管的话 在行胜上会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负荷 那另外一块的话 操作面上的一些SOP跟know how的话 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去排除跟克服 至于大众关切的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吕炳仪直言杯水车薪 整体效果比较有限 也不甚公平 政府还不如想办法让房价下降 对首购族可能帮助更大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根据卫福部110年死因统计 65岁以上的长者事故伤害死亡原因 跌倒位居第二 仅次于交通事故 物疗预防长者跌倒 维生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办了易字瑜伽课程 运用线上教学的形式 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提升了长者下肢激励与平衡能力 两位学员跟着老师用椅子做瑜伽操 双手扶着椅背将椅子往前推 借着椅子的支撑 将双腿轮流往后抬起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湾师范大学 以及台湾大学合作 设计出符合高龄者需求的 椅子瑜伽课程 借由每周一次 每次两小时 共计12周的线上教学课程 让长者即使在家 也可以用随手可得的椅子 进行简单的激励运动 那一起的时间 那个期间我们脑都不敢去 那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办了一场椅子宜家超 那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是叫一把椅子 那老师呢 他会在线上很用心的教导跟指导 然后呢 学院的问题 老师非常有耐性的解决 那更默性要值得我们说的就是说 就文山中心健康中心 把我们上课的流程 我们拍整个影片 拍整个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不定时的操作跟运动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 那我们根据卫生福利部 在110年的死因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应付伤害的死亡原因 跌倒是占第二位 另外我们台北市的 文山区的事故伤害死亡原因 我们的跌倒也是占第二位 在2017年我们国民健康署 有做了国民健康的一个访问调查理念 65岁以上长者过去在一年内 曾经有跌倒的比率占了15.5% 另外65岁以上的一个长者 曾经因为跌倒而受伤有8.4% 也就是说我们每6个人长者就可能曾经有一位跌倒过 另外有可能有12个长者因为就其中有一位 因为跌倒而送医院 那长者跌倒严重的话可能有长期握床还有死亡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避防跌倒是对于长者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为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长者跌倒的原因 有非常多的一个原因 包含我们的身体经的一个退化 还有我们肌力可能不足 然后平衡感变差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自己增加肌肉的耐力 还有我们的一个平衡感的能力 那要如何做呢 那我们要从规律运动 还有摄取足够的营养来做起 台师大林立荣教授指出 已有相关文献证实 瑜伽不仅是适合长者从事的运动 经过9到12周的课程训练 特别是对60到80岁的高龄族群 能够提升肌力、平衡性、移动力 以及下肢的柔软度 那因为以往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针对肌力训练来做预防跌倒为主 那这一次我们采用的瑜伽是一个比较全身性 然后而且不只只有肌力的训练 我们还包括平衡感 还有柔软度 等等这几个强化的一个功能的部分 来做一个介入目标 那我们在经过12周的课程 那每一周 每一周两次 那一次20分钟的一个介入频率 我们采用线上课程的方式 然后教导我们的长者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做这所谓有关的瑜伽运动 那当然我们在结果的一个发现上也非常的良好 那因为在所谓的跟跌倒相关的一个指标上 包括他的动静在平衡还有下肢激励 我们长辈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 那当然在一个比较心理层面的预防 害怕跌倒的一个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 那我想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像这种可以让长辈带回家 他如果熟悉了 然后知道一些比如说设备的一个安全 然后他自己知道动作业的行驶 那都可以配合着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在家运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提升他的经营 居家以子于家操 养鸡房别有一套 文山健康服务中心目前已着手规划 112年以子于家初阶及进阶课程 并且搭配长者营养课题 让长者持出健康 动出活力 而未来也将建立远端线上课程 让长者可以随时上线观看影片 并跟着动起来 预防击小症 延缓衰弱失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大头去公所 宣导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特别举办登山践行的活动 吸引了上百位的民众参与 上百位大同区各里报名参加活动的民众 一早就来到捷运建坛站 二号出口广场 集合准备出发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登山践行活动 区长方月琪表示 建坛山青山步道 是一条颇缓异形的交山步道 从登山口起登 只需要30分钟 即可登上建坛山小百岳 民众在运动身体之余 也能眺望市区美丽风景 同时还能够借由登山活动 联络邻里亲友间的感情 也因此获得民众的热烈参与 我们回回三年半的正正登山距行活动 那我们也就要大地冲突 带我们跟我们的城堂建坛 然后我们进行规划到建坛山 因为登山距道 然后我今年为了座二的经济市 回后一般平坦 还有华美打卡经典 还要演舞台 那这些就是带你女士看 非常努力地看得兴趣的运气 所以英雄说 五台市就数时不知道 亏民都把每个城堂最好 这个地方叫我怎么样 这就是中国国民 新典民工 活动当天大同区公所 除了贴心地为参加民众 提供矿泉水毛巾之外 为了宣导市府政策 各单位也设置了公益宣导摊位 并准备精美宣导品与民众同乐 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 在乐乐的气氛下 活动轮满成功 记者林夕会台北报道 台东不只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美丽的山海景色与纯樸的人文风光 也孕育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 在台东美学馆与国父纪念馆 共同主办下 无谓来自日出之境 台东的女性艺术家 将累积蓝海与青山的养分 完美诠释花东艺术的能量 曾担任教职的江美慧常以原住民为主角 而这幅描绘少女成长滋滋的画作 背后就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训导主任带了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她说这个女生要住校三年 你要帮她安排一个船位 女学生走了以后 主任才讲说这是一个厨祭 喜爱用画记录国内外山海城市风光 有成功的女人美誉的领美慧 则用勇士舞描绘出原住民坚韧的生命力 因为台东有好多的原住民 那有其中这个打舞主是在兰宇 因为它尤其是他们在风铃祭的时候 非常的隆重 还有下船典礼的时候 他们会载歌载舞 然后大家把他们传统的服装 尤其是打着赤膊 然后穿着定制裤 表现出兰宇的力跟美 还有他们的传统精神 采用压克力颜料融合多美材作画 具有茶医师资格的坚如影 希望自己的画作 能与官化的民众产生互动 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 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 那我没有用人物给它形容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生肖 所以我用了十二生肖 因为我的画 它不是超现 不是那个艺术传统的画画 不是那个科班的 我是一个超现实的画 也就是当代艺术异象的画 擅长书画及陶瓷创作的黄秋香 则以大理史般的特殊水墨画作 吸引众人的目光 他也乐于和大家分享创作技巧 这个作品的基底 是用玉板宣纸 做chorro的动作 然后在半开放的状态之下 喷水 喷完了水以后 我再滴它的墨 还有我想要的原料 然后做出不同的元素 在做不是三件作品 三张就可以变成一个作品 我是做了一二十张 然后你从中取决于你想要的东西 中年毅然决然从台北到台东足梦 负责这一次连展的宣传力 则将自己最爱的台东特色作物红梨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作物 就观察它很久 一直很想要表现它 那我是跑到台东的土板部落 一个土板部落的朋友 然后我去那边看他们 看他们采收红梨 然后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那个感动 他们在阳光下面 灰汗如雨 然后在那个颜色非常缤纷的 这个红梨田里面努力的工作 那那个情况感动到我 那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把我心里的感动 然后透过这个话来表现出来 这场由台东生活美学馆 与国附计刃馆共同主办的 《岛东女毅力舞》的年展 汇集五位来自日出之近台东的杰出女性艺术家 各自以擅长的美材 诠释台东的南海青山等天然风光 也展现当地丰沛的生命力 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 虽然有些不是客观出身的 但是他们每一个画作 都有各展的经验 每一个是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是有自己的生活历练 这一档展览 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有趣 非常充满了生命力 然后呢 充满了又美又香 又犀利又亮丽 你看我把我一直在这里都串起来 包括文化部主任秘书陈登青 立委刘兆豪夫人 及多位艺文界大师都出席开幕仪式 只说作品充满了东部阳光的温暖滋味 也呈现女性艺术家细腻的观察 非常非常的阳光 非常非常的东部 也体现女性非常细腻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 非常珍贵的地方 特别是环境 特别是性别是女性艺术家 所特别呈现的观点 希望文东也是可以从欣赏我们的台东 属于台东的画作 心里会有一些感动 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这项位于国附近人馆二楼文化圈的 《岛东女毅力舞人连展》 从即日起到3月27号为止 共展出77件平面与11件立体作品 包含油画 水彩 压克力 书画及陶艺等 邀请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来自花东的艺术创作能量与热情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 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政府推动社会住宅政策又有新进展楼 有儿府改建的松信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正式开工 将新建楼高11层包括90户社会住宅 还有区民活动中心及立办公处的多功能大楼 预计116年完工 第一层开地平安大吉大利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 市议员秦桧 许淑华 张维源与宏建议 以及都市发展局长等人共同之产下 台北松信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处由儿府基地改建的社会住宅 将新建地下一层 地上11层建筑物 除了有90户社会住宅 还规划有区民活动中心及礼办公室 并留设广场及开放空间 希望透过精致设计塑造一个小而美的社宅环境 预计在116年会完工 总共有一到三房三种类型 特别我们这一次在新建设宅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纳入包括绿建筑 智慧建筑 耐政 几个非常重要认证的标准 就是希望能够落实我们对于城市永续 这样的一个新建筑概念 那另外我们也包含了包括区民活动中心 礼办公室 还有广场开放式的空间 那就是希望能够让民众 市民朋友感受到 我们整个居住环境的品质提升 而且更可以让市民朋友交流互动的机会 除了持续增加社会住宅数量 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 社会住宅的品质与安全更为重要 台北市政府多次发展局方面 特别检讨品管标准作业流程 希望打造高品质的建筑 包括我们施工期间要强化三级品管 还有建造作为 以及包括我们常见的缺失 把它纳入在验收的项目当中 就是希望把我们验收验屋的程序 能够更加的经济 强化我们品质控管的机制 因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建筑高达7成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公办都更7599方案 及都更五件等 透过法规松绑门槛降低 让都市更新更为可行 另外北市府也提出轻盈换居计划 兑现蒋万安的证件 包括在东明设宅 青年一期设宅等等 我们总共有三处正在规划 所以在规划的房型里面 我们有加装扶具 还有扶手家具等等 就让长辈可以入住到 有电梯的社会住宅 那原有的这个公寓 我们透过整修之后 透过优惠的租金 出租给年轻朋友 就让年轻人能够住得起 租得起 而长辈可以住得安心 住得安全 对于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社会住宅 议员们有建议也有期许 我们也希望未来 不管万安在社会住宅的新建方面 或是在刚宣布的都更武建上面 不管是所谓居住正义的落实 或是未来有关于 相关都更为老的推动等等 不管在政策面 法规面 或是降低门槛的部分 都能够按照他所宣示的都更武建 能够加以落实 当然社宅的部分 也不能够缓下脚步 必须要有足够的社宅 如注重我们的青年 以及我们的弱势族群的需求 也希望这部分的住宅政策 能够更加落实 我们会在议会 全力的监督也会全力的协助 市政府应该要带头 把租金降下来 也不要让 像市场上的租金 都已经高到有点吓人了 甚至大家认为说 我租房子不如买房子 所以我认为说 尽量避免让投资客 这样子的一个炒作 这个房价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政府 在社宅的部分 能再降租 来做处理的话 我相信对年轻人讲 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据统计台北市目前已经完工的社会住宅有6520户 正在施工的则有7602户 未来包括东湖设宅 台美国小设宅 桥泰新设宅 及奇岩设宅等规划案将陆续推动 希望提供优质友善的居住环境 让更多市民 及在台北打拼的年轻人 都能有一个安生立命的据点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 证件对线进度让外界相当关心 在就职满100天前夕 蒋万安盘点各项推动的政策 包括了都跟武建 大巨蛋赶年底市营运 生育奖励金提高 及捷运东环线两年动工等 强调会一步步落实推动 让市民有感 在去年12月25号上任 台北市长蒋万安 即将在4月3号迎来就职100天 对此蒋万安盘点 说明他上任后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及推动进度 希望一步步落实让市民有感 我们从上任到现在 不管是对于未来台北市推动大都跟 我们上星期也提出了 公办都跟7599专案 还有都跟武建 就是希望透过法规的松绑门槛降低 能够让民众对都跟看得到 做得到 另外我们对于交通的建设 不管是市民满意度很高的U-Bike 我们也跟资讯局透过数据的分析 希望能够有更有效率的配置 还有市民关心的大巨蛋 我们也积极的努力朝向年底 能够正式完工启用前进 当然还有包括民生 年轻人非常关心的 不管是生育奖励的提高 还有对于我们托育人员薪资待遇的提升 从34000到38000等等这些政策 还有包括捷运的新建 东环段 我们也积极的朝向两年内 能够尽速动工的目标前进 我们会一步一步就这些政策推出来 让市民有感 另外针对近日北市府联报贪赌案件 角安强调已经在市政会议上告诫同仁 反贪清廉是核心价值 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这些案件不管是在哪一任市府 我们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也在市政会议上面 再次的告诉我们市府同仁 反贪清廉绝对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也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也再三的请局处首长 告诉我们市府同仁 绝对要截身自案 清廉自持 也再三告诫我们市府同仁 误触法律的红线 对日前网络媒体调查 六都市长好感度角安最低 角安表示上任至今 市府团队所有同仁都非常努力优秀 自己也就市民关心了重大建设 社会福利陆续提出多项政策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让台北市不断往前迈进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犯罪手法日新月异 运用科技强化犯罪真防 才能有效的维护治安 台北市警察局成立了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希望统合数位见识实验室 警用无人机队 及录影监视系统资料等科技设备 落实蒋万安犯罪零容忍的目标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欣等人 共同接牌下 台北市警局数位科技战情中心正式成立 上任后及强调犯罪零容忍的蒋万安 希望透过智慧科技的运用 强化警方犯罪真防能力 有效打击犯罪 维护台北市治安与市民安全 我们有数位见识实验室 同时我们有警用无人机队 同时我们也有在各分局 科技真防小队等等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新的科技技术 数位的分析等等 来进行相关的 打击犯罪 执法的手段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面对未来 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借由 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整合来自各方的情资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进行预判可能的犯罪趋势 而提供各位更精准的 犯罪 打击犯罪的决策 我想这就是我们成立 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未来 我们同仁应该善用 这一个数位科技的战情中心 好好的利用 所掌握的相关数据 情资 还有一些data 做妥善的运用 我想更精准的打击犯罪 来符合市民的期待 足以查看警用无人机及录影监视系统等科技设备 蒋湾也透露 今年1月有一项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安全犯罪指标评比 在242个城市中台北市排名第三名 蒋湾特别感谢警察同仁的努力 对日前出现黑道猖獗向公权力挑战的行为 蒋湾也表示已经要求警局强力执法 绝不容许黑道示意横行 我刚刚已经强调公权力绝对不容挑战 我已经请台北市警察局一定要强力务必的处理 维护台北市的治安 同时我们也绝对不容许黑道示意横行 台北市警察局方面表示 今年1月破获史上最大毒品仓库 并查获1.4公吨毒品案 就是运用数位科技战情中心 整合团队力量及情资的成功案例 台北市警察局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接再厉 提升治安成效 为市民打造安全移居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清明扫墓时节来临 由于墓区的周边巷道轿载 台北市交通局3月18、19及4月1号到5号 在富德公墓南港军轮公墓 及阳明山第一公墓周边实施交通管制 并配合免费的公车服务 请民众多加利用 清明节是众人扫墓季组的大日子 也是怀念先祖的方式 家族成员起居一堂 到先人的墓地或塔位祭拜 难免会造成墓区车炒大 为了便利民众扫墓 台北市交通局在周边加强交通疏导管制 那我们今年扫墓区周边的交通管制 它主要是几个大部分 就是富德公墓 然后这个南港的军轮公墓 还有阳明山公墓的部分 那这几个管制点的部分 主要都是只供这个公车 富康巴士 还有执行公墓的车辆通行 那这个我们管制的日期 大概总共有8天 那就是这几周的这个假日 这个18、19 然后26 然后4月1号到5号 那因为那个25号是这个弹性上班 所以那天是没有管制的 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 是从5点半到这个 早上5点半到下午的5点 那不过南港军轮公墓的部分 它的管制时间是略有不同 那是从早上8点到这个下午的5点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管制图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 在这个富德公墓的部分 它的管制点的部分大概有A、B、C 那D、E、F、G 然后那个南港军轮公墓的部分是I跟H 那这个部分后面的部分 我们会有这个详细的一个列表 那另外在这几个点的部分 我们做了交通管制之外 我们会有这个就是扫墓公车 那扫墓公车待会公司会跟各位介绍 那同时我们这附近也有这个 很多的公车可以抵达这个扫墓区的现场 那一道I的部分 大概它区分成两类 所以D类的部分是这个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墓区周边的那个道路 它比较狭窄 那如果说这个契机车上去的时候 它会没办法会车 没办法通行 所以这个我们历年来都有做交通管制 那A点的部分是在这个信义区的这个 这个重德到富阳街口的部分 那这个B点的部分是重德到重德1、4、6项 那C点的部分是这个研究院路四段跟木炸路 四段159项的这个一个三叉路口 那D点的部分是这个西韩市的前的三叉路口 那下面这边都有照片 那E点的部分是这个木炸路的五段18号 那第二种这个相关管制的点位的部分 它是只有禁止汽车通行 那依照它的路幅的部分 机车我们还是可以开放它上去的 那它这个部分总共有四个管制点 那分别是这个F的部分 F跟G的部分是正面附得公募的 它是在木炸路五段的西侧 在万福桥的这个公车站站牌前面 那也就是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F的地方 然后在G的部分 是木炸路五段43项跟木炸路五段的巷口 是在这个地方 那在H跟I的部分 是针对这个南港均荣公墓的部分 南港均荣公墓的部分有两个点 一个是这个研究院路四段 跟研究院路三段的这个交叉路口 那另外是这个中华科技大学的前面 下一页 那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木区的管制 是在阳明山的部分 那阳明山第一公墓临谷楼的部分 那我们的管制点的部分 是在这个行役泉源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还是有 这个赏木的公车可以做服务 那它可以从管制点的部分 站到这个铃谷楼的部分 那它从捷律石牌站的部分 也可以直接搭这个联营公车 上来到我们这个管制点的部分 再转搭这个赏木公车 那管制点的部分刚才有提到 这个部分是这个所有车压禁止进入 那公车机车跟这个持有通行证者 除外下一页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敦序工商前面的这个行役泉源路口部分 是一个管制点 另外公运处也在3月18、19号 及4月1号到5号 共8天的时间 提供5线免费扫木公车服务 那我们配合在假日的一个区段 有去开免费的一个扫木公车 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行之有年 那基本上是有5线 那分别是木榨线、南港线、崇德线 跟军人公墓线及阳明山线的一个部分 那会服务到富德公墓、南港军人公墓 跟阳明山第一公墓 这三大墓区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整个行驶的一个路线 跟班次的一个部分 那木榨线的部分的话是在捷运动物园站 回到富德零鼓楼 那南港线的部分的话会是从军人公墓 那就接近中华科技大学的部分 回到富德零鼓楼 那崇德线的部分可以从捷运零光站 那军人公墓线就从南港军人公墓到中林堂的部分 那阳明山线的话就会从分区工商 回到阳明山的零鼓塔 那基本上营运时间就是配合交通管制的时间 那除了军人公墓线是从8点开始 那其他的路线的话基本上从5点半 就开始做一个营运的一个服务 那收班的部分的话就是晚上5点的部分 这边也是要提醒民众来注意整个末班车的一个时间 然后能够顺利的搭车返家 那整个尖离峰班距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军人公墓线是20到30分钟一班 那其他各线的部分原则上是3到10分钟一班 那如果说后车民众比较多 那车上乘客都已经载满了 原则上公车业者就会把公车就会发车了 那执行这几年来基本上都是输运都非常的正常 那刚刚讲的是假日的免费的一个扫墓公车的一个服务 那民众也会有一般平日的一个扫墓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这边有从3月20号到3月31号 有11天的平日 那我们有批使一贯票需要收一贯票费用的一个 一一二路的一个扫墓公车 那基本上是从捷运动物园站到富德林鼓楼 那也可以到富德公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部分 那每天是有8车次来提供服务 可以在捷运动物园站2号出口来做搭乘 那扫墓公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卫民服务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都有配使小富康巴士 在5个那个各路线的一个部分 每日大概有13辆来提供一个小富康的一个障碍的一个服务 那至于在公车的车型的部分 除了从德县的部分因为是道路比较狭窄 那其他的像是南港物大跟那个阳明山县的一个部分 我们全部都会配置低利百公车来提供无障碍的一个服务 因为像照片上面所看到的业者会搭设偷车棚 那避免天雨的时候可能民众会有到被雨淋到的一个状况 那业者也会派驻相关的一个导引人员 会去做一个引导乘车秩序的一个部分 那在近年的部分的话因为疫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 其实导引人员也会协助做一个手部的一个清洁消毒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涂抹药品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依照历年民众扫墓期间需求 连续假日人潮将是最高峰 交通局呼吁民众避开尖峰时间 利用大众运输系统转乘避免开车前往 平日也有加开一条路线公车让民众搭乘使用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国道科运9026基隆到南港路线托班严重 已经收到26张罚单引起基隆通行组的不满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市府近日会开接驳车到热点的车站 载民众到巴都火车站赶搭7点43分的自强号到南港 试办期间不收接驳费用 国道科运9026基隆到南港路线托班严重 基隆市长谢国良接见议员林佩祥时 特别强调山府将试办接驳车到热点在通勤族 直达巴都火车站试办期间不收接驳费 我们先谈长庚医院站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热点站 因为包括菊郡 城上城 还有很多周边的居民都是从那里上车 那我们原则上会希望 理想上我跟大家讲 我们还在做细部规划 理想上我们希望在7点30前 就可以到这个站 来接要去南港的旅客 然后希望很快的我们从长庚医院这边就出发 中间就不再停 直接到巴都站 那巴都站呢 我们希望大概在7点40分左右能够到达 因为7点43分有一班 基隆要到这个南港的直达车 就是自强号 7点41分到巴都7点43分出发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赶上这班车 具体的时间前后我们再略调一下 总是要让大家充裕的上下车 只要上了这一班车 7点43分上了 那8点钟准时就可以到南港站 那这样子等它的整个接驳的效率 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做 那在试办期间 那这班车是不要钱的 所以可以省大家一点费用 然后我们在实际的运作的情况 再随时做机动性的调整 针对9026拖班严重 目前已经收到26张罚单 虽然公路总局有派出其他车辆接驳 但是议员林佩祥说 民众后车时间太久 似乎没有解决 昨天晚上我仍在南港展览馆看 那公路总局的确有多派一些车子过去 去那边做接驳 不过我认为当下民众的反应 是相当气愤的 因为如果我在那边陪大家等车等了五年 如果连我都会在那边受到大家的责难的话 不用想象说他们平常如果没有人在那边 没有人在那边关心的时候 他们的无奈跟气氛会有多么严重 而的确公路总局有特地去派一些像是 我记得没有错 龙猫还有春风一些游览车去做接驳 但是这些游览车的接驳的时候 他们似乎接驳的这个意味 无法让当地等车的民众能够接受 因为有些站可以先走 有些站不能先走 美其民是说让民众可以早点回到家 这个利益是良好的 但是民众的习惯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是习惯说一部车上几个人 一部车上几个人 那这方面来讲 我认为公路总局也好 还是业者也好 需要再进一步的沟通 如果现在业者无法好好全力承担 这是现在9026高达3000人的韵量 那公路总局中央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找一个合格的业者出来 找一个愿意负担的业者出来 把这个9026这条线把它做好 已经宣布参选下届立委选举的市议员林佩祥 特别拜会金融市长谢国良 针对金融市港发展交换意见 那我觉得就是几点 第一点就是对于我们金融捷运的负担的降低 刚刚也很感谢他有表明他的看法 就是五十几亿对金融真的负担比较高 我们一起努力要盖 但是要希望交通部能够继续的帮忙 行政院继续的帮忙 第二我们共同都关心通勤族的权益 我们的需求也谢谢佩祥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能够协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 非常感谢 林佩祥除了寻求谢国良支持之外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帮金融乡亲争取更多权利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跨境创新创业交流协会荣誉顾问 连胜文董事长 创会理事长简荣宗律师 和现任理事长卢文聪董事长 率协会的会员 拜会金融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期许双方在创业与就业有更多的交流 共创金融良好的创业环境 来金融市创造就业Open 画面上是金融市长谢国良赠送在地伴手礼全力米香 给来访的跨境创新创业交流协会 协会也回赠游会员自家研发的AI智慧猫杀机 与3D列印技术文创品 呼应谢国良推动基隆成为友爱城市 创新交流协会 几位前理事长还有创会顾问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今天包括盛文兄在内大家都来基隆 那我们觉得老朋友碰面也很开心 我主要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基隆现在的产业环境 跟我们未来想要发展的几个重点 希望能够双方有更多创业就业上的交流 因为基隆现在就是要努力去创造新的就业 所以这方面我希望大家深入讨论过后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基隆 不管是新创或者是一些其他事业的经营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基隆有多一些的连结 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对基隆充满了希望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老的城市 需要一个真正有创业 而且是真正了解产业问题 真正有经历过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的人 才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 用新的思维用新的做法去解决很多城河 跟过去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我想这个以基隆来讲 全台湾第一条铁路事实上从基隆弄到新竹 这流民船的时代满清的时期 就没想到现在盖条基階这么困难 他想到你第一条铁路就这里盖出来了 那平常你讲如果不是谢国兰的话 我也不相信有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实在是因为毕竟以Joyce的这个学经历来讲 不管是从建设方面成本方面考量方面 还有各种这个效益方面 我认为他一定可以帮基隆市 争取最好的条件 这一点我很有信心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掌握到这个 我们这个谢市长未来这个 积极在推动这个产业发展 跟这个城市改造的这个契机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事业 可以来基隆发展合作 因为这毕竟离台北新美都很近 大概来到20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 大家如果有好的这个想法 我想我们我们就 我们谢市长一定很乐意 去跟大家合作来讨论 让大家共存共荣 很多人曾经问我说 我想做的基隆科学区 要引进什么行业 我说要降低成本的行业 就是最好的行业 我觉得我们不要受限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产业 其实一段时间就会更新 就会新增 那我个人也有在 酝酿跟希望引进更多 航运相关的供应链物流管理的产业 那这个部分我也会继续努力 因为供应链物流 现在也是一个潮流跟趋势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航运股这几年为什么飙涨 就是因为供应链管理 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基隆应该要努力 那这也跟我过去 一些友人在不同的理工学院 有一些专长跟专业知识 希望能够跟其他的城市 甚至学术产业机构合作有关 总之我们想要努力引进 一些新的产业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 然而基隆过去的航运 应该要从航运 变成整个航运相关产业的 供应链物流管理 所以只要是任何有运送到 这个物品的 都是所谓的供应链管理 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 会中产发处长林鼎超进行简报 双方就基隆的清创与就业环境 产业现况及未来展望 进行充分交流 期盼整合产观学资源 共创基隆清创良好的发展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社团法人台北市优习关怀协会 聘雇无家者从事高压清洗地面等服务 透过企业赞助皆由免费工艺清洗 基隆市学校地面共计22所 让国中小地面不再湿滑 副市长邱佩玲颁发感谢状 除了感谢外也为迎接中正国小百岁生日 做好全新的改变 勾压清洗地面水沟 副市长邱佩玲 与教育处长刘美兰玩起袖子 在做工的人做着林立青的陪伴指导下 清洗中正国小百名校园 我们非常感谢游石关怀协会 以及游石清洁公司 他们能够这样子工艺的到学校 来做清洗的工作 尤其既容易溼湿多雨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学童在行走的过程中 往往很容易因湿滑而跌倒 由他们的协助 让我们的校园越来越干净 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资源 溢注到学校 我相信有这样的公益活动 会让我们的孩子 有更安全的美好的校园环境 可以学习 中正国小是基勇士第一所 接受游石关怀协会服务的国小 适逢百年校庆 再度邀请协会造访 副市长邱佩玲颁发感谢状 感谢游石关怀协会的公益一行 中正国小学童也一人一卡 谢谢基友叔叔们的付出 共同帮100岁的老学校变干净了 我非常感谢游石关怀协会 可以让基隆变得更美好 而且他们结合了无家者 结合了企业主 让我们基隆变得更干净 让校园也更好 今天是第28次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很开心有这么多人一起 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我们很高兴地跟基隆市政府 一起来看到说孩子确实有需要 那我们与其跟政府抗议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如自己解决 应该是大家一起看到社会问题 一起努力改变 那这样台湾才会更好 市场的循环散发温暖 也让校舍再度整线美丽的色彩 中段国小将在4月份办理百年校庆的暖兽活动 欢迎社区民众和校友们回娘家 竞争百年老校的全新改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军 今天我们下期见 一会儿 说明 林立军 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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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 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